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软件测试学院带来的外部站测试技术,即是外部开发技术 上课之前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加一下咱们的千锋软件测试学习营的QQ区 7610-82948,7610-82948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在群里头给群里头提问 看到的讲师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做出这个解答 接着我们来看,要来看上节课这个接下来内容 接下来的是哪个,是我们的一个叫做图片隐秘技的一个语法 那在这里头的我们给他来看一下这个具体效果 把这个关掉 在这儿咱们先建一个 这个IMG标签的用法也非常简单 最基础的可以写的是什么 最基础的就是说我们这里可以给他直接来设置 给他一个IMAGE 自动SRC SRC我们选择我们这个IMAGE下面的这一张图片 这也会撤 这张图片 那可以运行看一下效果 整个来说的话是不是就给我们填特别大呀 首先的话因为我们这张图片的本身也是比较大的图片 那这里我们稍微给他调一下 然后的话呢 就是图像大小的话我们可以给他设置一个大小的话怎么设置呢 给他一个Light 一个宽 宽 咱们给他一个400嘛 400 然后的话设置一个高 Head 200 再看一下效果 这样的话图片是不是就设置我们大小的方式了 然后在这里的话呢 我重点说一下 比如说哪个呢 就是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边框转边框当然也可以加边框可以加和我们之前加边框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边框 边框方式 就哪个呀 是我们的一个宝单嘛 BO啊 DR 给他一个1 保存不就有了 那如果说1的话觉得有点有点小的话你可以给他一个10嘛 看下效果是不是变成这么粗了呀 这里的话加不加 咱都是可以的都可以 或者给他0就没有了嘛 再或者说怎么呀 再或者说他还有一个什么操作来着 有一个叫做对积方式 对积方式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在这儿给他一个设置一个 给他设置一个对积方式 啊 怎么设的 当然这个对积方式指的是吗 指的是我这个图片相对于文字的对标 就是我后面再写一个图片 写个文字啊 我这写一个风景啊 写个风景 注意啊 我这看字的话 我是写的 我是写到这个标签以外 标签以外 然后的话我可以给他加一个对积方式哪个呢 给他个什么呀 给他一个center啊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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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文字是不是变成巨重了 那如果说想去上面 咱们把这个center换成谁呀 就是换成咱们的这个top嘛 换成这个top哈 哎 保存 是不是变上呀 这是我们一个操作啊 然后还有什么呀 还有就是说是我们的一个替换文本的一个属性啊 out啊 out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里的话 大家看一下啊 我这的话写个腰是吧 腰的话我们指着 那如果说我这写了一个腰腰 我再保存 这有东西吗 咱保存看一下啊 你发现怎么着呀 没东西了 但是的话这怎么着 也空了一块呀 那这时候可以怎么办呀 我可以给加一个out这个属性 alt 哦 alt 加个什么呢 咱加一个 这有一张风景图片 哎 出来啊 出来了 出来了 这些图片就出来了 就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的话 咱没加这个属性过程当中 它是不是有摆的呀 现在我加上了一个属性以后的话 这不提这个什么呀 是不是提这个文字信息呀 这种地方用哪比较多呢 就针对于咱们这个 一些那个淘宝的电商平台 类似于咱们这种电商平台 就是它里头图片不是有好多呀 但如果说往不好情况下 这个图片的话 如果说没加载出来的话了 它如果说啥也不显示的话 那是不是就显得比较难受呀 显得就用户体验就非常不好了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是可以给它显示出这个 这个风景图片的 就是图片没显出来 但是咱们有一个友好的提示呀 友好的提示啊 这是我们这儿的一个 一个小的一个操作 小一个操作 然后呢 说一下咱们这个src src的话 是我们这个图片 这个有没有标签的一个 最基本一个操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是必写的 就是针对这些东西 咱如果说不写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啊 是不是结果也能出来 只不过这个格式大小的话 可能是比较难受的 但如果说咱要是不写这个东西 那整个东西 不是后面写再多也没用的呀 这是我们的操作 然后的话 这后面我们放的是一个什么 放的是我们的一个一个一个地址 那这个地址的话 是我们可以是一个绝对地址 也可以是什么 也可以是一个相对的 那这儿的话 的相对地址 是我们比较推荐的 比较推荐 为什么呢 啊 就是就是我这儿 先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绝对和相对 有个什么特点 有什么特点 首先的话 呢 针对咱们这个 针对 针对咱们这个 这个项目来说 我们这个是不是叫做 emage test.atml呀 那在这里头的话 我是放了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这个 这个这么一个文件 哪个文件呢 看一下啊 有一个文件 哪个文件呢 这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中 我引用了沈大呀 我大家看 这这怎么写的 我这写的这个目录 是emage下面的 一点勾皮疙瘩啊 什么意思呢 就针对于我这个文 当前文件来说 我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在他这个 同级目录下 他同级目录 是不是就咱们 这个emage emage下面的谁呢 emage下面的这个 一点勾皮疙瘩啊 这种路径 我们叫做什么路径 我们就叫做 这个相对路径 因为我这张图片 是相当于我这个文件 本身的这个 这个根目 本身同级的 根目录下的一个文件 那这种东西叫做 相对相对文件 相对路径 那绝对路径 什么意思 绝对路径 就是说 那在这的话 我先说什么呀 如果说 如果说咱们这个目录 移位置了 移到哪了呀 比如说是移到了 比如说我在 在里头 我在新建一个 目录 新建一个目录 写一个test吧 前方吧 这样一个前方的一个目录 我这做个什么事呀 我在这个 我把这个image.test.gopig 我放到这里头去 放到这里头去 好 大家看 放到这里头的话 我如果说 再运行我这个程序 大家觉得这个图片 还能出来吗 是不是就没了呀 对吧 没了 这就是我们这样的操作 就就什么意思 他就说这样没了 好 那该怎么办呀 那这种路径的话 就是不就不可以 就是不就不能 不能换了 当我们这个文件的话 位置不发生变化 他相对路径的东西是怎么样 是找不出来 他找不出来 咱给他挪出来 挪出来 好 挪出来以后 咱做个什么事 挪出来以后 咱给他写一个绝对路径 写个绝对路径 好 这路径怎么写 这路径怎么写 因为咱们这个服务器的话 是基于咱们这个程序 咱就把这个目录给干什么呀 把这这个目录给他拿出来 拿出来 这个目录是吧 把这个目录拿出来 拿出来 拿出来写哪呀 咱们给他写在这 写在这 然后在这里的话 我们下面是不是 这一下面有一个 有没有下面有个一点 狗屁哥 咱这个路径的话 甭管咱这个文件的话 咱们先看着写结果 看着结果 是不是也能出来 也出来 出来以后的话 这个路径 那在这咱们做套路 刚才的话 我把这个文件 移到千封里头 是不是就不能用了呀 好 那咱们再把这个 再给弄过去 再给弄过去 我去大家看 我路径是不是没变 还是这个 咱们在这里头 再运行一下 再运行一下 是不是同样 怎么着 还能出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这的话 已经把什么呀 已经把咱们 这个图片的位置 给人家写死了 既然写死了 你这怎么改 这个图 这个意思 就是什么意思呀 这个文件 就和它有关系吗 就是和咱们 里面一点 TES文件 去哪有关系吗 在现在来说 已经是没有任何关系了 没有 想去哪 都去哪 因为什么呀 我这个路径 已经给它 生生的写死了 写死了 这就是我们 相对路径 和一个绝对路径 的一个区别 就是相对路径 和绝对路径的区别 在这里头 也是什么呀 因为我们 最终打包项目 都是以 整个跟项目为单 以项目为单位的 所以说 在这里的话 也是什么 也是建议 大家都写什么 都写上相对 相对 有个什么好处呢 有什么好处的 因为大家看 我现在服务器 我是127.0.0.1.8848 8848 这个名字好 这个专门好 那如果说 我这个电脑突然坏了 我把这个项目 考给别人了 别人那这个地址 一定是这个吗 这是不是就不一定了 所以说这种 所以说什么呢 就咱们这种绝对地址 的话 你写出来以后 如果说你后期要改的坏了 那你得一个改 就比较麻烦了 而相对地址的话 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是基于 这个项目 项目这个目录本身 来做的一个事情 那这样来说的话 你不别管 你是怎么 怎么改这个项目文件 这个路线 你只要到时候 只要改一个就可以 只要改一个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的话 也是建议大家 用咱们这个相对地址 来做这个操作 来做操作